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蔡其昌會長來到我們的轉播室 我們今天會有這個機會跟會長一起來看他 這是我們的翁兄 這台語還可以嗎 可以可以沒問題 真的齁 好那麼在今天既然請到了會長 首先要代替所有關心棒球的朋友們請教 第一個問題就是熊英能不能夠如期的在今年的季中參與中職的選秀 那目前的進度是如何跟大家說明一下 熊英決定絕對會如期降落在中華職棒 而且會落在澄清湖球場 下個禮拜我們就要開那個常務理事會 所以一通過之後 就馬上就等於完成了這個第六隊了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會辦一個大概歡迎的一個儀式 正式加盟的一個儀式 那接下來就讓他集中選秀 所以完全按照我們的進度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掛保證 掛保證 但我今天來其實不是這個 我剛剛遇到球迷就問我說是不是因為富邦輸太多場 所以 結果呢 所以請會長出來這個 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 陣陣煞看能不能這個 還好加持今天沒來 加持是在家裡要紅台會掃到 是是是 燙著也中槍的概念 那當然如果說按照您所說的 可以如期的投入中職的選秀的話 那麼 對於總教練的人選 在之前呢大家有很多的揣測 又有很多的名單服上檯面 那在這個方面呢 會長有沒有可以給大家做 諮詢的 有沒有可以透露的 這個好像剛剛先打了一支安打 對李凱薇 我有一點壓力 是怎麼說 一坐上來魏全榮就安打 我們的邦邦迷不知道會不會 壓力是大家都有 都有 現在危機解除了 所以我們就不管他了 好 那我繼續講 這個我知道的狀況是 因為領隊找了 挖了我們這個聯盟的那個 劉東陽主任 那 我知道他們在徵詢的對象其實蠻多的 因為大家知道從總教練到 二軍教練到教練團 其實需要很龐大的人 那就我所知道大概他們徵詢的人 都是在原來我們這個 圈子裡面的 的這些人 就是大家不會很 大概應該我印象中不會有很意外的人 不會有很意外的人 就是不會有那種我們好像 很陌生 對很陌生的人跑出來 他大概就是在 就我只知道 因為畢竟這個是熊英的責任 也不是我會長的責任 所以我只是就側面了解 因為我也關心 熊英隊的所有人事的進度 因為要趕著 職種選秀 你沒有教練團出來 你要選誰 對 怎麼去建構一個對 對 沒錯 而且你不但總教練要出來 你連那些 我們叫情收的人員也都要出來 整個系統要運作 沒錯沒錯 他把說的對 所以 所以我很關心這個 那他 就我所知道他們爭取蠻多人 但大約都是在 原來我們職棒各隊的 當然不是去挖腳 就是現在可能 暫時沒有 太重要任務的 任務的那些人身上 對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稍微的範圍縮小 好比說 有沒有總教練之力的 職棒總教練之力的 或者是有沒有教練之力的 或者是 只是職業球員的 錢Sir不用再問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到這裡而已 對